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 一起用上帝的话来领袖 求主就使用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若但 祢与我们同在 就会使我们得到刚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4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神耶路撒冷 由上帝那里从天而将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上帝的藏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上帝 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陪伴 或是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令我们觉得非常痛苦 难过的哭泣 而这些哭泣 有时候是因为造成我们生命的损伤 或者是失望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诸事不顺 万念俱灰 我们在绝望当中哭泣 我们因为我们受伤而哭泣 我们因为内心的沉痛来哭泣 但是当然也有那些所谓喜极而泣的状况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幸福喜悦而哭泣 而但是唯有允许自己在悲伤和痛苦中流泪的人 才能够体会喜极而泣的幸福 就好像我昨天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看到英国的选秀节目 在那个选秀节目里面 他们很激动的知道自己获选 成为全英国非常著名的 最大的那个舞台里面的那些选手 他们听到自己获得 所谓全国民众的拥戴 他们喜极而泣 亲爱的弟兄姐妹 问题是当他们在经历这个喜极而泣 流下眼泪的当下 他们都经历了非常长久忍耐的历程 他们训练自己 他们让自己就在那个十年或十几年来 做梦的历程当中 他们努力的使用他们的自己的声音 并且努力的去发展 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被发现 可以被看见 可以被听见 因此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都经历过 那个长夜慢慢的痛苦 但是唯有在这样的历程当中 才真能体会 那个喜极而泣的幸福 主耶稣自己也因为他的朋友 拉撒幕的死而哭泣 因此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哭泣的时候 耶稣正陪着我们 他会用温柔的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 温柔的对我们说 哭吧 这对你比较好 而且要认真的哭 认真的哭泣 让所有的伤害 失望 沮丧 绝望 以及无助 都随着泪水流出来 把这些护面的情绪 都哭出来 让心中开始有其他的空间 可以容纳其他的感情进来 而有时候我们需要尽情的哭泣 真实的哭泣 但是哭完了 我们记得一定要让那些感谢 让希望跟爱给进来 不要让在哭泣里面 撕裂我们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启示录 这个上帝的话告诉我们 我们会因为哭泣过后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 他应许我们 因为我们在哭泣的时候 上帝与我们同在 因此他将要失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哭泣会引导人走向新的生命 并且软化我们内心的僵硬 以及固化 让我们灵魂 以及已经干枯的土壤 得着润 湿润以及繁茂 愿上帝帮助我们 真实的在他面前哭泣 然而 从这个哭泣里面 重新得力 也愿上帝 逝去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的哭泣 因为 我们深信 他将带领我们看见 新的展望 新的天 新的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 在我们每一次哭泣的时候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虽然没有出手 但我们深信 你就在我们生命里 求主帮助我们 更深的明白 你对我们的心意 帮助我们 在你面前 卸掉所有的面具 好好的哭泣 用我们在你里面 透过哭泣 而得着新的力量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